美国航空部队在9月中旬,提高了自己在驻南欧地区的兵力戒备等级。 如今,美军在该地区已经部署了300余架战机,其中包括F-22等先进的五代机,以及可挂载远程巡航导弹的B-1B轰炸机等先进战机。 美军部署在该地区的战机,成为了美军限制俄系联军的军事力量。 近段时间,美军曾多次出动自己部署在南欧地区的空军部队,对续戴尔祖尔和伊德利部北部地区的目标,发起空袭行动。 当地时间9月9日,美军曾出动两架战机,对续戴尔祖尔一城镇发起空袭,对该城镇造成了严重的损伤。 相信在之后,美军还将出动更多的空军力量,对续战归军以及无辜的目标进行轰炸,为了加大美军对俄式联军的警告。 近期,美军试图通过一个中级军官的嘴,对俄式联军发出了自己对俄式联军的不幸。 该为美军终极军官表示,美军方面只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,就可以让俄式联军全军覆没。 虽然美国航空兵力在南欧地区的军事部署,已经属于最高下倍等级,不过美军也并没有在两个小时之内摧毁俄式联军的能力。 俄军可不是被吓大的军队,在美军大放厥词的时候,俄军正在努力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。 空军方面,俄军正在加大自己,在叙利亚境内的战机数量,飞机的种类包括轰炸机,攻击机,以及重型战斗机等。 从9月7日开始,俄军为了加速结束这场战争,已经提前开始对伊德利普叛军发起猛烈的攻击。 试图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此处的叛军,海军是俄罗斯最注重的领域。 目前俄军已经将地中海领域进行封锁了,并在该地划分了进飞区。 俄军这样做的目的,就是为了阻止美军通过地中海,对势力量发起攻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